好 我只是想要在這邊呢 再針對民眾黨提出黨法案這件事情 表達遺憾之意 這個呢已經跟民眾黨溝通了那麼多次 那卻還是選擇在程序委員會的時候 再報告事項 然後就把事項抽出 所以再次嚴厲譴責這件事情 那我還是要再說一次 我已經聽到國眾兩黨講了很多次了 就是說這個案子呢 為什麼不在立法委員行違法或職權行使法 那我就再講一次 假設今天有性騷 假設一家公司裡面已經有性騷相關的規定 然後所以我們就不用定性騷相關的法律嗎 又或者說呢我們立法院裡面有泄密相關的規定 那就表示我們整個中華民國就不用再定刑法第132條 所以呢我還是要再鄭重的說一次 這些法案完全沒有衝突 而且呢我們今天呢有提出了八個完全不同的版本 那這些不同的版本呢針對國安的這些形狀 還有國安的一些規制不依而足 在選擇在程序事項 然後把這個東西抽掉 然後呢不進去委員會討論 這個完全不符合民主的機制 所以還是要再次強調 如果說民眾黨 像你們的總召黃國昌委員 不斷的強調委員會中心主義 結果連那麼重要的爭議都不讓大家發言 然後也不讓大家進去委員會討論 那這樣委員會中心主義是做什麼用的 如果今天這件事情是有爭議的 那就不是應該到委員會好好來討論嗎 陳運成委員針對這一個案子 也發表過很多不同的見解 那為什麼不來司法法制委員會 為什麼不來國防外交委員會 跟內政委員會 直接來告訴我們這個法案的問題在哪裡 對不對大家都是念法律的 不就是可以好好在委員會來討論 哪一樣的方案對這個國家是最好的嗎 為什麼要在程序委員會 就把這個案子抽掉 這是一件完全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呢我還是要再說一次 拜託民眾黨不要再為虎做長 我知道國民黨可能有自己一些的考量 但民眾黨我們已經溝通了多次 卻還是不斷把這一個法案 把這一個黨下的事情呢 放在程序委員會這個議事台上 然後甚至呢上次還說 我們不懂公務員相關的規定 大家要知道公務員相關的一個規定 有內部的規範跟外部的規範 這兩種規範呢其實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這邊在座念法律的我看也不少 但結果連最簡單的內部規範 跟外部規範的差別都沒有辦法釐清 那更不要講說呢對於陸委會 還有我們的內政部 還有我們的相關的聯審會 到底是怎麼審查 這個審查是形式的審查 還是實質的審查都搞不清楚 所以呢 既我們這邊有不少是地方的民代 那對於這個聯審會 對於這一些到底運作的方式 形式跟實質是為了怎樣的透明化 完全不予討論 然後就在程序把這個案子擋下來 我覺得實非國家之福 那我發言到這邊謝謝 好謝謝 那我們下一位請陳玉珍委員發言 主席那個是不是可以 你秩序可以稍微維持一下 這樣 這樣那個 裕生委員我們現在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沒有拿麥克風 因為我們比較沒有辦法確認 是聲音大聲小聲 對沒關係就陳 就發言就對了 OK因為 我了解我了解 OK好 謝謝特別謝謝我們這個 沈柏陽委員 學弟特別點名本席 這個我先就這個程序部分來說一個說明 您剛剛所提到 這委員會中心主義 這的確是沒有錯 那所以程序委員會也是一個委員會 所以我們要在委員會裡頭 當然可以充分討論 我們要不要讓案子排進去 當然我們就在程序委員裡頭 我們都不是橡皮圖章 不是說程序這個排進去 那個排進去 我們就一定要立案 各位委員都有提案的權利 這個委員的委員也有否決的權利 我們在這裡就是在討論這個 行使這樣的權利 不然的話我們何必需要程序委員 說都只要如果行事完備的話 這個議事處的人員就可以幫你檢查 幫立法案檢查行事是不是完備啊 是不是有16席啊 是不是什麼內容啊各方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第一個我先解釋 有關於這個委員會中心主義這件事情 第一個事實上本席認為 本席再次再次來表達 為什麼本席認為還有國民黨團 相關的我們在黨團認為 就是這個案子事實上不適合排進來 第一個我看到我事實上很認真的 看到我們很多委員的這個提案 事實上說要保護保障我國民選公職人身安全 那所以要做這相關的限制 我覺得這個就是用國家打算用保護之民 行限制之實 第二個裡面有幾位委員提到 不只是針對立法委員 包括地方民代 而且包括退休的地方公職 地方民代比如說退休的議員 幾年內做相關的這個限制 我想民進黨團裡 民進黨也有很多的地方的這個公職人員 包括縣市議員也許你們也應該去聽聽 地方縣市議員的這個聲音 本席在這個金門的這個 這個選民的陳情案中聽到很多現在的 包括不管是反滲透法藥或是這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有很多事實上限制是不合理的地方 當然我們也會提出相關的修法 但是這個本身這個這樣的法 如果進入委員會討論 後來呢如果就這樣子的話會造成 事實上有點像外交部現在 外交部現在就用爛術的方式 讓比如說對徐小新委員提出控告 用爛術方式試圖造成寒蟬效應 我想這樣的法令事實上 提出來本身就是一個 對民主的一種打臉 所以我們還是這樣認為 這根本就是民代版的這個反滲透法 而且是一個企圖扣帽子的法令 所以本身還是認為這個法令不適合 不適合列案 謝謝 好那我們下一位請莊瑞雄委員發言 那在莊委員發言完畢時 同時截止發言登記 謝謝主席還有各位在場練習的委員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我剛剛可能跟洪孟凱書記長講話 大家你嫌我太大聲了 我也跟大家報告為什麼我講話 會那麼大聲 其實我不是跟你講話 我是在跟林國城講話 台灣民眾黨沒有我跟你講 不管是國民黨或者說台灣民眾黨 你去看我剛剛跟你們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賤請增列的案子 在第一案就是整個再生醫療法草案 然後再生醫療資料條例的草案 這一些把它給增列 這個是各個政黨都沒有意見 而且這個提案不是只有民進黨的提案 還包括你們台灣民眾黨的提案 我在幫你們的委員的提案 把它放到程序裡面來 程序如果完備各個政黨沒有爭議 你們現在說比較慢的啦 比較慢的啦 比較慢就是跟我們反對嘛 你們今天增列了多少案 對不對 這個是最沒有政治性的 沒有啦 沒有林斯明你跟我說 為什麼你反對你們國民黨洋蔥印的案 你是怎麼反對台灣民眾黨的案 這個你們國民黨這也有提案 謝伊鳳也有提案 那我們幫你們增列進來了 程序委員會就是大家來 讓他程序完備以後 幫各位委員他們辛辛苦苦的法案 做出來以後 到委員會裡面來做討論 程序你也會不會說 對不對 你剛才說也會不會說 什麼我們在這裡共動 共動這個比較好意思 你像比如說我們在這個地方啊 如果涉及到政治性的草案 我就沒話講啦 像這種沒有任何政治性的 然後大家在那邊期待 大家說啊 是不是可以安心我放心 結果你們跟我說比較慢的 好啦 那如果這樣談政治性的法案的話 那就很簡單了 如果說基於一個國家裡面 我們在整個重點的研究領域裡面 或者國家涉及國家安全 跟國家核心關鍵技術這些人員 到底要做管制嗎 他的跟到兩岸 跟到中國去 要不要把他這些來做一個揭露 或者說黨政黨務或軍事行政 具有政治性機構的這些團體 那這些國家對國安的部分 要不要特別來做一個慎重 你們認為說 啊不要啦 不要動作揭露 是 這個就是在防賊 這個法案就是涉及到整個國家安全的部分 或者說在立法院裡面 你曾經去參與整個秘密會議的一個審議 啊這些來做一個適當的一個規範 你們認為說 喔 啊那是在防賊 一個國家的安全 如果到最後都不設防 那我尊重你們 人數比較多 你們認為國家安全就不重要 但是呢 整理的這兩岸 毫無政治性的 連國民黨也有自己提案 連你台灣民眾黨也有自己提案 你林國城你就不知道 你如果對人在反對 你是在反對什麼 國民黨把你這樣扣掉 你就對人走 你這個叫台灣民眾黨 你實在是 好 謝謝主席 那我是建議主席 其實可以讓這個林委員發言 因為 我覺得比較奇怪 因為今天是他來檔案 結果上來說明的全部都是國民黨 這其實也是蠻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我在這邊呢先回應一下這個陳委員 第一個就是他說委員會是可以做審查 沒有錯我們到處都是委員會 但這個叫程序委員會 我還是再講一次 上次我已經跟你講過一次了 程序怎麼拼 吃恩二生成 西於四生序 程序 程序要看什麼 看你的修法理由是不是沒寫 看你的連署人數是否不足 這個才叫做程序委員會 那不然你程序委員會可以審查實質的話 那你到底要各個委員會要幹嘛 你要院會要幹嘛 所以呢我覺得這一點 真的實在是誤導大家的視聽 而且說真的 沒有看法條 像今天呢不小心誤擋到自己黨員 自己黨的這些法案 很明顯的就是今天自己在黨什麼都沒看到 我還記得第一次在這邊程序委員會抽案的時候 程序委員就上來說 這個法案要規範的話應該要規範到其他國家 如果在韓國在其他國家如果遇到的話 那這個不是也應該要規範嗎 有啊有規範啊我就寫在裡面啊 就表示連法條都沒有看 然後就決定要在程序委員會把這個案子抽出來 所以我必須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程序就是要看到底形式上有沒有符合 如果你想看形式上一個案子不符符合 你好歹要閱讀中文吧 你好歹要把法條看過去一次吧 結果連法條都不看 自己的黨內是誰提案什麼事情都不看 然後一律舉手黨下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有失民主的風範 然後再來就是呢 不要再說什麼要聽聽地方的聲音了 立法委員今天要提案就是15人跟連署 15人連署代表的就是一定基礎的民意 有人規定要113位立委連署才能夠提案嗎 更不要講說你們的環島高鐵條例請問有傾聽過民意嗎 所以不要再用這種混淆 用這種民意的這種方式呢 民粹的這種語言呢 去訴求說一個法案到底要黨還是不要黨 那最後呢 說什麼這是明代版的反滲透法 那顯然就是連反滲透法都沒有看過 反滲透法是有刑責的 反滲透法的設計是什麼 是你今天干預選舉 你今天拿了中國的錢在這邊做什麼 在這邊做一些政治獻金 那個是反滲透法的規範 我們今天兩岸條例的規範 不是在規範這件事情 我們在規範的是透明化 我們在規範的是 如果你今天去的時候你必須要報準 這個報準的機制在現在的直轄市市長 縣市市長本來就已經存在 連省會本來就存在 每年都是有一定的人數 而且他們的行程上行程合可之後 還會上網透明給大家看 就那麼簡單的一個透明化的機制 你把它跟反滲透法並列 這個完全就是誤解法條的意思 所以我再說一次 要在程序檔案可以 你們真的如果要在程序檔案 就提出程序的理由 而且拜託把法條看完之後 再來講你們的理由 謝謝 謝謝沈委員 那這樣好我另外 這邊先提出一個 就是剛剛沈委員有提到說 是不是我們讓林委員等一下可以發言 如果大家沒意見 雖然我們已經宣告停止登記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就按照沈委員剛剛的建議 讓林委員發言一次 好嗎有沒有意義 沒有那就再麻煩你來登記一下 謝謝那我們下一位先請 洪孟凱委員發言 主席以及各位同仁 程序委員會既然有分 報告事項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相關的排案 其實也都有相關的法制設計 所以今天我們當然尊重 每一個黨團的提案 不管是你是要增列你是要限列 你是要做下列的幾個表列的討論事項 這都是各黨團的一個考量 沒有哪一個黨團比較大 也沒有哪一個黨團可以指揮其他人 但我覺得很遺憾的是在程序委員會 每每就有看到有執政黨現在的委員 要嘛你要排你的案 你也不願意溝通 要嘛你比較比別人晚到 來這邊登記了 結果你要提出你的案 跟你要提的案不滿意的 在討論事項沒有你們的案 你就開始惡意的攻擊 講人家什麼空空啦 對人走啦 這樣子有比較高尚嗎 抹煞別人不會凸顯你的高尚 只會看得出你的水準跟涵養 所以這一點是我覺得 即便你有沒有跟我對話 我覺得以一個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的一個身份跟高度 以及格局 我們都應該要唾棄在程序委員會 或是我們在院會或在議場 有任何這樣的一個行為 再者我已經講了 今天國民黨很負責任排列的這些討論事項 因為我們也知道5月17號 有四個前事項國會改革的法案 看起來現在執政黨也要用焦土戰術 執政黨也要用意識杯葛 所以在這一次的一個院會裡面 絕對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所以我們希望單純化 我們所列的討論事項 其他幾個案件都還在一個月的協商期裡面 所以也不會處理到 而真正有處理到就是在這個國 國會改革這四法裡面 我剛剛也問了 我說除非你們能夠承諾 你們不要意識杯葛 不要惡意杯葛 那我們可以考慮整臉 民進黨代表不敢回答 所以你們已經想要來在禮拜五的時候 就是要用惡意杯葛 就是要來焦土作戰了 講別人之前很大聲 但是談到自己就不好意思講 這就是現在的民進黨 最後我們要說 我們沒有反對再生醫療法 我也要拜託我們這一次新進來的王委員 您剛剛的一個發言 我也很尊重您的專業 但是在第十屆的時候 再生醫療法就已經討論了 當時第十屆四年裡面 大家都期待再生醫療法可以通過 可最後民進黨佔多數沒有讓他三讀通過 所以也請您回去好好的了解 為什麼第十屆那麼多人都希望 再生醫療法可以通過的時候 到最後民進黨佔多數 居然沒有辦法在第八會期裡面三讀通過 民進黨團要負最大的責任 我們當然希望 我們也說未來我們會在合適的時間裡面 一定會排這一個案來去做討論 這個也是我們國民黨團 好多位委員之前都一定有提出的版本 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論事依法論理 這是今天要溝通 不是用這樣的態度 如果說只想一黨獨大 如果認為說過去自己多數慣了 就可以這樣子審罵法案都照自己的意的話 很抱歉 新國會新民意不會讓你們於去於求 謝謝 首先本期要先表達 國民黨團是非常支持支持再生醫療法的 所以在這個這個文會裡頭 後來也沒有所謂保留的各種條文 那大概那只是說這個在立法院這個程序 這個過程中 他們要製作相關的這個審查報告 那如果正常審查報告在開會的整個議事完備之前就送過來 我想這個議事組也會自然把它列進來 那就是在原來沒有列進來 那這個案子 這個我想各個黨團都沒有什麼意義 那所以禮拜五的院會會有相當多的法令 那是不是我們今天在程序委員在這裡 事實上也說的不是說不讓他列進來 而是說暫緩列案 那這個我們也覺得是很重要 所以這個下次程序委員會再進來的時候 我想這個應該也是會很順利 讓議事順暢大概需要各黨各派之間的和諧 溝通 不是說純粹用是貼標籤式的方式 用辱罵的方式 我想這個對議事的進行沒有幫助 比如說包括剛剛有委員 不點名我 點名我 但是我不點名他我提要 他說我沒有看這個相關法條 事實上對民進黨團今天所提的這個八個案子 我每一個黨每個案子都看得很清楚 有不同的這個意見 當然鬆緊有那個 但是所有的這個 所有這個不再贅述 所以這些事實上 大概所有提案大概還是要考慮很多東西 那我們也對現在民進黨所提案也是暫緩列案 所以也許民進黨團對這個 對於那一向以前大概以前在立法院多數習慣 就是說只要他們提出來沒有什麼事不可以過 我想大概要改變這樣的思維 謝謝兩大黨的同仁 榮喜我可以講話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台灣民眾黨是有自己的主體性 當當我在投去全票的時候 你們都沒有說我空空 國民黨要檔案 我還是投反對票 為什麼 這就是主張 那我必須要跟審委員報告一件事 陳委員 實際下我還可以跟你報告 我說溝通勝過於治療 是 陳旭本來在議會裡面本來就可以檔案啊 但是我跟你講你的想法不代表我的想法 你提案我也跟你講賴瑞龍的案我們不檔 我們支持為什麼 那就是立法委員行使法裡面的案件 所以這叫做立法委員應該被約束 你修改為這些人民條例裡面 根本就是出乎把立法委員 把民意代表當成是什麼 所以我要你 沒有 我跟你講沒有關係 你等一下再再 我還拜託你 我說溝通很重要 所以溝通很重要是什麼 我說你稍微改一下 那我們就 我沒有說我永遠要擋下去耶 沈委員 所以我必須呼籲沈委員 你看你在提案裡面 說人家沒有看法案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們裡面 本來一個人 我還拜託你去溝通一下 OK就OK 稍微改一下 那我們沒有意見 好 那你為什麼又動員七個委員 七個委員 來提這個案 那當然我們的理念 認為這是有違背 那當然台灣民眾黨 就要黨到底 你提十個人二十個人 我們還是照黨不務 這特別跟各位報告 我來到水龍 我跟你說 我們兩個 是跟他媽媽一樣 媽媽的 但是我吃不爽 我要跟你強調 賓通你跟人 我如果空 你也空 所以我坦白跟你講 這個案子 我們本黨 我們本黨也有提案 沒有理由不同意 沒有理由不同意 但是因為我們第一個 洪孟凱執行 幹事長來 第二個是我 我們也是誠心誠意去提這個案 所以 你們要排第三個 才怪別人不讓你進 說實在 有欠公贏 回家 回家 阿伯阿伯都會罵你 所以最後我要強調 台灣民眾黨有自己的主體性 當我在投 當我在投去錢票的時候 你們都不講我 說我表現很好 當我 實現自己的主張的時候 你們又說我空空 這個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還要呼籲 我們立法院是講理的地方 我們立法院是有自己的主體性 台灣民眾黨 沒在難 沒在理 只要有理由的 我們都會支持 謝謝